大家好,我是Jer 今天就打算介紹另一間小的黃店 它主要是吃泰國的海南雞飯 今天就特別邀請了一位泰國的嘉賓 他一同一齊試泰國海南雞飯 究竟是否真的這麼好吃呢? 其實現在正在等待它下來的 這個位置 不要這麼久了,現在已經差不多4點了 哎,真是的 曾經交了萬千少女,被以為男人界鬼見仇 她居高臨在眼神,強而有力的鼻彎 阿諾舒華森的街腳毛 她就是傳說中全港十八區的黃大仙居 其中一個屋村旁邊的公廁打不死小神堂,二汗 喂,吵了吵了 喂,喂,喂 怎麼了? 怎麼了?那不是我嗎? 跟大家介紹一下 可以自我介紹一下嗎? 你們平常怎麼叫我? 嗯,泰仔 叫阿康嗎? 對,我叫阿康 叫阿康,對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特別的泰國嘉賓 喂,你知道我們今天去哪裡嗎? 今天去光顧黃店 沒錯,我們今天去光顧黃店 嗯,年輕人 忘記了 不是年輕人,海南雞飯 那間黃店呢 找了很久了,少了你十秒 那我們現在就坐車 沒有問題 對我有信心嗎? 絕對沒有 駕駛吧 我為了你,這次我特別準備了粉紅燒頭盔給你 混蛋 嘩,很濕的 頭盔很濕的 下雨啊 我忘記了下雨 我們今天的旅程 不,今天是旅程 我們今天是介紹的 很認真的 好,我們今天的介紹 我們來吧 開始 好,剛才是安全嗎? 安全就是安全 不過很多人不安全 其實他不是泰國人 為什麼是狗 因為看到他又黑又實 其實他算是小學同學 一半一半 擦身而過的小學同學 然後就是中學同學 一起玩 因為他說他沒有吃飯 所以他就跟我一起去吃飯 沒錯 等A仔可以嗎? 哈哈哈 好了,那就要 泰色青咖喱 的豬頸肉 牛腩 牛腩 牛腩即是重點 咖喱 我想你吃河南雞 跟你分享嗎? 如果我來到這裡 是否有名是可能雞飯 我吃咖喱飯 我預言是操作 你要請你操作 好啊 是不是這樣比較好呢? 好啊 好 就這樣吧 我們認識了多久? 11年 簡直是生死之交 我生死之交就是這樣 我跟他從中學到現在都一直聯絡 尤其是在中學的時候 就經常跟這條舌頭 約在一起上學 嘩不得了啊 嘩好機 因為我們置得很接近 我們兩棟大廈是緊貼的 我們午餐時通常都是回家吃 吃完會來我樓下等我 然後我們再一起回到學校 真的好機 不,我覺得有時候挺好 回憶你 是啊,真心的回憶 現在你都不會說 特地約在一起上班 你不會一起上班旺高 大家都已經過山中西了 其實我覺得他讀書已經算是很厲害 在我認識的男生之中 他已經算是頭幾個了 但我是後期才厲害 你們會不會很好奇 我小小在中學 或者平時的樣子 跟現在拍片的樣子 和一狗樣子 你當然是一樣吧 做個答案是一樣的 哈哈哈哈 就算是連他的表達行為 你看到我拍片的怪怪的東西 是真的一模一弦的 我不瞭解他 我平時很認真的 我真的很傻的 我吃東西用刀叉 你不說髒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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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我以前小時候的樣子 小餅 怎麼用你 哈哈哈哈 你覺得夠肥 他真的很緊張 他每天去游泳 FORM 2那天說 游啊,我真的不行 他為了減肥,可以去得多盡 你覺得減肥嗎 救你吧 哈哈哈哈 這就是他們的海南雞飯 我覺得正常常的 但他聞到那個香 你平時看到的 我覺得是比較香的 是嗎?我剛火的皮 哈哈哈哈 海南雞是不可以弄走皮 海南雞通常都是日常吃的 有些人可能怕胖 就會弄走雞皮 是沒意思的 不如你不如先煮雞 鎮澤妹,你一定要連吃 才能吃到他的味道 噢噢噢噢噢噢噢 對,因為小朋友以前做過泰國餐廳 失敗 哈哈哈哈 飯了很久 難道是你的飯? 當然,他在煮雞 他在煮雞 二十多分鐘 二十多分鐘,那麼久了嗎? 八 啊,你也不想你吧 但真的 他很久了 我真的... 你會吃一塊豬頸肉飯嗎? 豬頸肉可以了 豬頸肉可以了 現在的東西終於到天了 我現在就開始吃一塊的 青咖哩豬頸肉飯 這些飯粒都很明顯 可以飯粒,都可以 它的辣是比平時想起的青咖哩 辣一點點的 但奶味又香一點點 它上面有辣油的關係 有一點辣 我覺得它上面有辣油才會突出它的辣 但它本身這個青咖哩應該不是辣 它的椰奶味很重 椰奶味很重 這個青咖哩很重 不過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試試海南雞飯看看如何 海南雞飯也是四巴 最主要看它會有鹹口的情況出現 還有有沒有一些怪味 有些怪味 通常都是吃雞而登仕 不錯吧 整體來管吃雞是比較滑的 不過呢 有些點是很糟糕的 有些點是把泰雞和滑雞混合 滑雞放在上面 泰雞放在底下 那我現在配飯吃了 我回家沒有吃雞油炒 我沒想到怎樣吃雞油炒 我沒想到怎樣吃雞油炒 很香 它真的蠻香的 怎樣吃雞油炒 多吃一間 不知道會不會有雞油炒 我以前去泰國很難吃雞便 但它真的用雞油炒 那它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本來來說 是不錯的 剛剛喜歡一些味濃的 過來試吃 是不錯的 你看它吃得很乾淨的椰子 你看看 你吃到好吃 嘩 嘩 你吃到好吃的 在環境方面 我們先說 環境方面 其實真的蠻舒服的 首先是有冷氣 而且如果你是朋友的話 其實你也會發現 裡面的氛圍 就是它的設計 我們都覺得很舒服的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給5分 5分 你給多少分 我也是 5分 很好 那到價錢那邊 其實價錢都是比較親民的 都是10多元到50元左右 所以我覺得這間的性價比 是相當高的 所以我會給4分 我給4.5分 有什麼現在 現在很多地方 起碼都是5字頭 你不計算 現在4字頭 其實45分 已經算是平民價了 對啊 真的挺親民的 而且在旺角區 沒錯 就是這樣 服務這裡 我覺得是15分 對 是15分 應該是沒有下單 不知道怎樣 弄到青咖喱油 最後都沒有了 我對同仁很好 1分 說一下 3分 3分 其實他們都很差 我也覺得不差 禮貌上 服務客人可以 我還是有高一點 3分 睡眠不好 最後就是 味道 對 味道 我覺得是很棒 真的很棒 尤其是他們的招牌 可能是雞 我吃了他們兩塊雞 他們兩塊雞也是很棒 而且這個水門雞醬 也是很棒 是很開胃的 再加上這個豬油飯 沒錯 這個豬油飯也是重點 超好吃 吃上人生活 至於這個咖喱 我覺得椰奶味比較好 最粗的 我應該給5分 你呢 我還是給5分 整體上感覺是很好的 希望大家真是 身體力行去支持這些小黃店 不要光顧一些比較有名的黃店 就會令整個黃色經濟圈失憑 對了 還有什麼? 沒有啦 什麼? 坐回電單車 又要帶你的粉紅色頭去嗎? 沒辦法 好吧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 分享 留言 訂閱我的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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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按鈴鐺 按鈴鐺 到這裏影片再收看 拜拜 拜拜 哈囉 大家好 我是Jer 話說今天 就約了我的朋友 出去拍VLOG 以及吃黃店 其實我的工作室 是有一個黑白實的頭盔 哈哈哈哈 剛剛那個位置 剛剛有一個 看不見 看不見 很緊 大家看到嗎? 唉 很緊